那我们来看本章的第三小节 叫做跨籍信息的质量要求 那我们开篇也提到过 这一小节呢 是我们本章最最核心 最最高频的一个考点 那我们总共呢 是有八个跨籍信息的质量要求 也就是我们可以从八个维度呢 对跨籍信息的质量提出一定的要求 那满足这八个特征的跨籍信息呢 我们就认为是比较好的 比较优质的跨籍信息 那八种跨籍信息质量要求呢 它在我们考试当中的 考试的频率和它的重要性呢 不是特别一致 那有一些呢 大家做简单的了解 那有一些呢 是需要重点把握的 那我打新标的四个呢 是考试频率相对比较高的 大家需要着重把握一下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来看一下可靠性 那可靠性呢 它强调的是 我们企业做账的时候呢 要以实际发生的交易 或事项为依据 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 要如实的去反映 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 各项会计要求及其他相关信息 那说的通俗一点就是 我们这个跨籍信息应该是真实的 你不能是虚假的杜钻的 这个交易明明没有发生 你给它虚构一笔交易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记账的时候呢 是需要有原始凭证 作为这样一个记账凭证的一个依据 对吧 原始凭证呢 能证明这个经济交易真实存在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可以去编制会计分录 也就是做在记账凭证上 把这个交易呢 给它反映下来 所以首先我们要求它是真实存在的 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一个 真实可靠的一个意思 那么大家需要注意 我们这个可靠性呢 它并不仅仅指我们这个跨境系 必须是真实的 它其实还要包括我们跨境系 它的内容呢 应该是完整的 那怎么样来理解呢 比方说我们会有一个负债 我说我欠了对方一百万 那这个一百万呢 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我确实欠它一百万 但其实我没有告诉你的是 我除了这一百万呢 我还欠它九百万 所以我总共的负债额应该是一千万 但你报出去只报了一百万 你不能说这一百万是虚假的 这一百万真实存在 但是你并没有报完整 你应该报你的负债 总额是一千万元 而并不是仅仅是一百万元 所以你隐藏了九百万 那这个信息呢 就是不完整的 那这样的话 它也是违反了可靠性的 所以我们可靠性呢 它第一个指的是 它必须真实 它必须是真的存在的 它是以实际发展交易的依据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报出去的之后呢 还要把它报完整 对吧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求 我们在进行会计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会计人员的立场 它应该是中立的 无偏的 也就是你不能够 先带了一个偏见 先带了一个假设 比方说 我希望这个利润报的好看一点 利润报的高一点 把资产规模扩大一些 带着这种预设的立场 去进行会计处理呢 这样的话 你做出来的会计息 它就不可靠了 所以我们要求你的立场 也必须是中立的 无偏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可以保证 你的会计信息呢 是可靠的 这是第一个信息质量要求 那第二个呢 它讲的是 我们企业提供的跨信息 应该与投资者等财务报告 使用者的经济决策相关 所以它其实讲的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我们会计的一个目标啊 一个是受托责任官 一个是决策有用官 所以它比较强调的是 我们这边的一个决策有用官 也就是我们提供的跨信息 要能够帮助我们财务报告的 使用者去做决策的 和他们的一个决策相关 也就是我们投资者 他可以利用我们的一个跨信息 去了解这个企业 它过去发生了什么 现在正在发生什么 并且呢 对于未来的情况 去做出一个评价 或者是预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说 我们跨信息呢 是有用的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个相关性 和可靠性之间呢 他们两个是互为基础的 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也就是我们在考虑 跨信息的时候 我们是成年人 我们不做选择 你说相关性更重要 还是可靠性更重要 我们两个都想要 所以我们在进行一些 会计的方法的一些选择上面 其实我们两个都考虑了 比方说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了 一个叫做记账基础 我们说 我们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当中规定 大部分情况下 应该用的是 全则发生制 那这个全则发生制 它的一个优点呢 我们前面讲过 它其实就是 更能够符合我们 现在复杂交易的一些特点 能够接受我们 这个交易的本质 所以它提供的信息呢 能够帮助我们投资者 做决策的 也就是它 相关性会更加高一些 那么这个收复实现值呢 是另外一种记账基础 那我们说 收复实现值 它有一个优点呢 它不需要我们 会计人员 它特别复杂的一些 职业判断呢 或者是估计啊 因为它里面不存在一些 不确定的情况 现金流进来了 我们挤收入 现金流出去了 我们挤费用 所以呢 它相对来说 比较可靠 那我们怎么说呢 我们说 其实我们两种记账基础 都用的 对不对 三张表用的是 全责发生值 还有现金流量表 用的是收复实现值 所以我们最终 编出来的一个财务报告 它其实既有相关性 也有可靠性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还会有 不同的一个记账基础 比方说 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过的 一个历史成本 我们说 我们会非常广泛的 优势成本 因为历史成本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它非常的可靠 它是有 真凭实据能够证明 这个金额是存在的 比方说我有这样发票 我当初买的时候 我就付了5000块钱的代价 发票上写着呢 它是有原始凭证的 所以它非常的可靠 那除了历史成本之外呢 我们其实还会有一个 现在也用的 比较多的计量基础 叫做供应价值 主要是和我们国际 报告的一个准则进行区统 我们已经引入了 供应价值来进行计量 那供应价值 供应价值 它指的是我现行市场上 比较公平的一个价值 所以它更加强调的是 现在这个资产值多少 所以现在这个资产值多少 就使得它和我们 投资者的决策呢 是比较相关 我们就比较能够去利用 以供应价值计量的 这样一些金额 来做出相关的一些决策 所以它的相关性呢 会比较好一点 那后面我们说 其实我们两种计量基础 甚至还有其他三种计量基础 我们在整个快捷核算当中 都会用到 那对于一些我们供应价值 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 资产 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房地产 它有活有的房地产交易市场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 对它用公平价值经济量 那再比方说 我们会有一些金融资产 一些股票啊债券呢 它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流通的 它的公平价值 也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 我们也可以用公平价值 去经济量它 所以我们在可靠的前提下 我们提高了快进行的一个相关性 所以它们两个呢 其实并不矛盾 它们两个是互为基础的 这个是我们相关性和可靠性的一个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质量要求 第三个质量要求呢 我们叫做可理解性 那它指的是 我们企业提供的快进行呢 应该是比较清晰 比较明了的 那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去便于我们的投资者 等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呢 去进行理解和使用 那这边的一个财务报告使用者 它其实有一定要求的 就是你稍微要懂一点快捷 你不能对快捷一点点不了解 四张报表一无所知的 那它看不懂报表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首先要对我会计 有一点点了解 那除此之外呢 你也要主观力源 去理解我们的一个财务报告 那对于这样一些财务报告的使用者 我们编制的一个快捷系 要能够去清晰明了的 去揭示这个企业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们会要求 我们的这个账本呢 它不能够随便去进行编写 我们的一些快捷科目 它的名字 是有严格要求的 然后我们在报表上面 的报表项目 这个名字也不能够随意起 它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那另外就是我们财务报告 它有一定的结构 是四张表加上一个付注 然后每张报表 它都会有自己规定的结构 比方说资产负债表 它是账户式的 比方说我们国家的利润表 是多部式的 这个现金流量表 它会有一个这个主表 和它的一个补充资料 然后我们的所有者权力变动表 它是矩阵式的 所以它会有一个规定的格式和结构 这主要就是便于我们的一些 财务报告的使用者 去进行理解和使用 那么大家在考试的时候 也需要注意 对于我们一些 编制会计分录的题目 它里边所谈到的 会计科目和报表项目 一定要写准确 是不能够去自创 这个会计科目和报表项目的 哪怕差一个字 这个分数就是要扣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写准确了 那我在讲义的 那个下载区当中 给大家放了一张 会计科目和它对应的 一个报表项目 那没有把我们 这个现行全部的都纳入进来 因为有一些和我们考试 关联性不是特别大 然后如果你去看 那个应用指南的 全部的内容的话 它会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主要是把考试 相关的那一些 会计科目和报表项目的 它的一个对应关系呢 给它纳入进来 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下 然后去查阅一下 会比较好一些 这是可理解性的一个要求 也是做简单的了解就行 那第四个 信息质量要求呢 就比较重要了 它叫做可比性 它要求我们企业提供的 会计息呢 应该是相互之间 可以进行比较的 那我们前面说过 我们这个会计 它的一个最终提供的信息啊 就是要帮助我们投资者 去做一些决策的 那我们投资者 做什么决策呢 一个就是想想看 这个企业 它的一个经营成果 相对于去年来说 有没有提升 这就是我们同一企业 它不同时期进行比较 比方说 我可以把A企业 它的报表拿出来 我把二二年的报表 和二三年的报表比一下 这个我们称之为 叫做纵向可比 也看看它的资产规模 有没有过大了 看看它的经营的 一个成果有没有提升 那这个是我们同一个企业 不同时期之间的 一个比较 那这个比较呢 它其实有前提条件的 也就是我们要求 这个企业 它的一个会计政策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会计估计 没有发生一个 特别重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后续 你在学一些 其他的章节的时候 但凡提到会计政策 它都会有这样一个要求 也是说 你一经选定的 这个会计政策呢 是不得随意进行变更的 因为当你改变了 这个会计政策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你进行会计处理的方法 不一样了 那这个时候 哪怕这个企业 发生了一个交易 是完全一致的 那你纯粹改了一下 会计政策的话 它的一个结果 也会不一样 不方说 你原来对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用成本模式计量 那现在改成 公用价值模式计量了 两种计量基础 是不一样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能够进行 这个简单的一个 纵向可比了 所以如果我们要 改变会计政策的话 那我们是需要 在复诺当中呢 去做一定的披露的 那主要是帮助 我们这个 财务报告的使用者 了解这个写 到底改了哪方面 然后可以对这个信心的 去做一个还原 主要还是为了满足 我们跨机器的一个 纵向可比性 那除了我们同一个企业 不同时期可以比较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维度 叫做横向可比 也就是比方说 我们都把二三年的报表 拿出来 看一下A企业的报表 和B企业的报表 他们的一个规模怎么样 他们的资本结构怎么样 他们的一个经营成果 或现金流量怎么样 所以它指的是 我们不同企业 相同的会计期间 他们互相之间的是 可以比较的 那这样一个比较呢 它其实也有一定的前提条件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两个企业 它所依据的那个会计准则 应该是保持一致的 我们之前介绍过 对于企业来说 它所用的一个会计准则 其实对于大中型的 它用的是企业会计准则 那对于比较小的企业 它用的是小企业会计准则 那会计准则不一样 它所用的会计处理方法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如果是把企业会计准则 当中的一个报表 和我们小企业会计准则报表 去进行比较 它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 因为它们的标准不一样 那或者说 你把一个按照我们政府单位 它政府会计编制的一个报表 和我们企业的报表 一个是盈利的 一个是非盈利的 去比较 它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或者说 你按照我们国内准则 去编的报表 和一个美国的 按照美国准则去编的报表 去进行比较 这个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 所以我们不同企业 相同会计先可比 它必须是在同一个维度下 依据同一套准则 来编制的报表 才具有一个横向的可比性 那考试考的比较多的是 上面一条 也就是纵向可比 这是可比性的一个要求 我们再来看第五个 第五个呢 叫做实质重于形式 那实质重于形式呢 是我们八个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当中 考评最高的一个 因为呢 它相对来说 难度也比较高 然后在我们后续的一些 会计处理当中 它的一个应用也比较广泛 而且通常是那些难点章节 它会出现 这个实质重于形式的问题 它讲什么呢 它讲的是 我们一个交易和事项 它有一个表象 表象呢 我称之为叫做法律形式 然后它还会有一个本质 那这个本质 也就是它内在呢 我称之为叫做经济实质 那比较简单的交易 是它的法律形式和经济实质 是统一的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问题 无论你按照法律形式做 还是按照经济实质做 它做出来两手结果是一致的 那对于那些复杂交易呢 它就可能会存在这个问题 就它的一个经济实质 和法律形式是不同的 它们两者是分离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纠结 我们会计到底是按照 形式来进行处理呢 还是按照实质来进行处理 那很显然 我们会计的是看本质的 所以它说 我们应当按照交易 或事项的经济实质 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 而不仅仅以交易或 事项的一个法律形式来依据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够 被它的表象所迷惑 我们应该是关注 它的一个经济实质 那我们前面说过 考试的话呢 它不太会 仅仅简单的去考察你这一句话 所以它会融在案例当中进行考察 那我这边呢 先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帮助大家去大致的了解一下 这个实质重于形式 它的大意是什么 但前面说过 这个实质重于形式呢 它一般来说 都是比较特殊的交易 难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大家在这边 听到一些例子的时候 不理解是很正常的 所以这边只是抛转 你大概听听 知道这个感觉就行 我们后续呢 讲到具体章节的时候 都会对大家这个问题进行具体的一个展开 讲到那个章节的时候 那会给大家提示 这边体现了一个实质重于形式的一个原则 那首先第一个例子 也就是我们金融工具当中 我们前面说过 我们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 对这个金融工具 来进行反应 因为金融工具的本质上是一个合同 就是我们双方签订的一个合同 那一方呢 是我们金融工具 持有那一方 就是它是资本市场上有钱的那一方 所以呢 它就可以去选择去购买 去投资这样一个金融工具 那投资了这个金融工具之后呢 比方说 它买了股票 买了这个债券 那接下来 它就可以去获得一定的回报 比方说 我们这个债券呢 它会有利息 对吧 股票呢 也可以去分享这个利润 然后它还可以在资本市场上把这个股票和债券卖掉 去赚取这个买卖的一个差价 所以它是作为资产来进行合算的 它叫做金融资产 那如果你切换另外的角度呢 还有一方呢 它是金融工具的一个发行方 那它是在我们资本市场上缺钱的一方 所以它可以通过发行金融工具呢 去筹集到一定的资金 那筹集资金有两种方式 我知道 一种是通过债务的方式进行筹资 比方说你发行一个比较普通的一般公司债券 那这个一般公司债券就是我们说的金融工具 那你发行了这个金融工具之后 如果你承担的是一个还本付息的这样一个义务的话 那我们说它是一个负债 然后给它一个名字 我们叫做金融负债 那还有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去发行股票 我让买这个金融工具的变成我的股东 然后呢 我去分享我的一个表决权股份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形成了企业当中的所有的权益 那因为它是一个金融工具 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权益工具 所以从发行方的角度呢 我们发行这个金融工具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呢是金融负债 一个呢是权益工具 所以当我们发行金融工具之后呢 我们首先要界定 它到底是属于负债的还是属于权益的 那有一些问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我前面举的例子 比方说你发了一个普通股 那普通股的话一般来说都是权益工具 如果你发了一个一般公司债券 那你需要还本付息的 它就是金融负债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你的法律形式和经济实质是统一的 那无论你按哪种做都是对的 但有的时候问题就比较复杂 因为我们说金融工具它本身是一个合同 这个明示合同呢 只要你亲火愿 又没有违反工序粮足 就可以自由的比较自由的进行约定 所以有的时候呢 你这个合同它的条款会比较复杂 会导致我们发的这个金融工具呢 不是那么清楚的 把它分出来到底是负债还是权益 它的法律形式和经济实质呢 有可能会分离的 那比方说我们会有一种债 叫做永续债 那你看这个法律形式 就是看它的表象 看它的名字 它是以债结尾的 你会感觉它比较像负债 但它是不是一定会被分类负债呢 那是不一定的 就是你要去看一下 这个永续债的一个合同 那如果它告诉你 这个永续债永续嘛 就说它可以不清偿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本金呢 可以不清偿 永远存息下去 然后其实永续债当中 虽然会规定这样一个利息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利息呢 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我们这个发行方 进行推脱 进行递延的 这个利息最终也可以不付的 那它不存在一个 还本付息的这样一个责任的话 那其实这样一个永续债 从我们的经济实质上 它会更加贴近于 所有种权益的性质 因此它名字叫永续债的 法律形式表现为债的 它在我们会计上 实质上的分类 可以分类为权益工具 可以分类为权益工具 那反过来呢 还有一种股 叫做优先股 你看它以股结尾 它的法律形式上 好像表现为股票 但它不是普通股 它是优先于普通股的 所以它会相对于普通股具有一个优先求偿权 那它是不是一定被分类为是所有者权益呢 也不一定 你要看它的合同 它如果告诉你 这个优先股上面有一个股息 它是必须要支付的 那这个时候 它承担一个还本付息的义务 我们在会计上 要把它分类为金融负债 所以它到底是债还是股 大家千万不能看它的名字 一定要看它的实质 也就是你要看它的合同条款 到底如何进行约定 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一个 始终于形式的一个例子 那第二个例子呢 还是和我们金融工具有关的 现在我们讨论一下金融资产 那金融资产呢 后续会有一个问题 叫做金融资产 它是否能够进行终止确认 其实它是属于我们金融资产转移的 一个问题 那就是有一些资产的 它比较清晰 我把它卖掉了 那当然我就要把它进行注销 把它进行终止确认 而金融资产呢 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呢 好像我已经把这个金融资产 转让出去了 但是从我们会计上呢 不一定能够直接做贷 某某金融资产 不一定直接能够把这个金融资产注销掉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其实在预计班当中 给大家讲过一个例子 叫做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呢 它是一种商业票据 就是原来我是有一个债权的 但如果这个债权 有一个商业票据作为保证的话 那它的一个信用程度 会更加高一点点 然后呢 这个应收票据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用处 就是它可以把它贴线给银行 去融通到一笔资金 我们称之为叫做应收票据的贴线 所以其实我把应收票据 收取这个应收票据 款式的权利 已经转让给银行了 然后从银行拿到一笔钱 那我们这个会计处理应该怎么做呢 它虽然法律形式都叫做贴线 但是我们会计处理呢 会有两种不同的思路 那一种思路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应收票据 它是不付追索权的 也就是我把票据贴线给银行 我从银行运通到资金之后 无论银行最终是否能够拿到应收票据上的钱 它都没有权利跟我追讨 那其实我已经把这个票据上的权利义务 全部转移给银行 那这个时候我就应该对这个应收票据 进行终止确认处理 也就是我们账务处理呢 借方应该是确认银行存款的流入 代方的应该是去注销这个应收票据 做的是代应收票据 所以我们说应收票据呢 就做了一个终止确认 而如果我们这个贴线合同是这样签的 我说我把这个票据呢贴线给银行 我也从银行呢融通到一笔资金 但银行呢是保留了追索权的 也就是我这边说的付追索权 银行说啊 如果我最终这张票据上钱拿不回来 我要问你去进行追讨 所以一旦保留了追索权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这个应收票据上的一个权利物 或者说你的风险和报酬 没有完全转移给银行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其实是适同 你把这个应收票据做了一个抵押 抵押给银行 向银行借到一笔钱 所以虽然我们借方也是反应银行存款的流入 但是代方呢 我们是不能够做待机应收票据 而应该去待机短期借款 作为一个融资交易来处理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对应收票据进行终止确认了 所以你看虽然法律形式 它都表现为叫做P线 但是因为我们合同的条款不一样 所以我们最终做的会计处理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一个金融资产从我账上已经注销了 一个呢金融资产没有注销 同时我产生了一个金融负债 这是第二个例子 那第三个呢 比方说在我们一些收入的准则当中 我们也会有一些特定的交易 那有一种交易呢 叫做售后回购 你听着名字 我先销售后回购嘛 也就是比方说假 他先把一个资产呢卖给乙 他先有一个出售 比方说出售呢卖了100万 然后呢乙公司和假公司同时签订 说我约定啊在一年后 我要把这个资产呢再买回来 买回来价值呢 比方说是120万 所以你会发现转了一圈 这个资产呢又回到了假公司的手里 那么假公司最终为这个资产 他其实是有金融利流出的 他卖的时候收到100万 买回来的时候要付120万 所以最终假公司是流出了20万 那我们如果看他的一个法律形式的话 如果你只关注他的一个法律形式的话 我们看假 那你会觉得什么呢 你会觉得我好像先进行了一个出售 那我是不是要确认收入100万 当然还要结算成本啊 然后第二个 我是不是又进行了一个采购 采购的时候我的代价是120万 那这个是按照法律形式 我们分析的这样一个处理 但这个处理呢其实是不正确的 也就是你要想清楚 为什么假和乙要去进行这样一个售户回购交易 为什么假甘愿还是拿到这样一个资产 但是他要多付20万呢 那主要就是因为假公司呢 他可能在出售给乙公司这个资产的时候 他先拿到这100万 其实是陷阱 也就是假公司 他其实是有一个资金的缺口 他其实缺钱了 那他想银行去借 他不一定能够达到银行借贷的这样一个要求 所以他就可以在我们一些非金融机构 比方说这个乙公司手里呢 去筹集到这100万的一个钱 但乙公司因为他本身不是一个金融机构 所以他不能够光明正大地把钱借给假 那他就做了一个名义上是销售 但本质上是融资的这样一个事项 也就是实质是什么呢 实质是假公司把这个资产做了一个抵押物 抵押给乙 然后从乙公司手里呢 收到100万的现钱 那一年以后呢 他回购的时候 其实付的这120万应该是归还一公司的一个欠款 那其中100万还的是本金 20万呢还的是利息 所以其实我们对这样一个交易呢 应该是做融资交易来处理 而不是做一个先销售再采购的这样一个处理 所以你按照他法律形式来做呢 是不正确的 那当然我们现在举的这一个例子 他仅仅是我们售后回购的一种情况 我们前面说要看合同条款 这个回购价不是120万 而是比方说80万呢 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应该做租赁交易来进行处理 那另外还有可能就是这个回购 他不是一个确定的事项 他是有选择权的 那这个时候这个交易会更加复杂 所以后续我们会在收入当中 专门有一个部分 就是特定业务的处理 我们会讲这些特殊业务应该怎么做 现在只是用这个售后回购 做一个抛砖引语 告诉大家有一些事项 他不能够看表象 而应该看他的一个本质 那其实在我们租赁的部分 也有一个很类似的业务 叫做售后回租 就是我先把这个 资产转让给我们的一个买方 然后买方呢再把这个资产出租 有时候我们这个卖方 他其实就是一个承租人身份 买方呢他还是一个出租人身份 都是双重身份的 那我们还要讨论这个售后回租 应该怎么做 那他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内容 本身租赁章节呢就已经挺复杂了 售后回租差不多是租赁章节当中 最最复杂的一个知识点 也是因为他的法律形式和经济实质呢 是相分离的 所以我们要按照经济实质呢 来进行账务处理 那另外还有什么例子呢 比方说我们前面讲到了租赁 租赁里边呢 陈租人和出租人呢 现在并不完全对比 我们看一下出租人 那出租人他的租赁呢 我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一种呢我们称之为叫做经营租赁 一种呢我们称之为叫做融资租赁 那经营租赁呢 就和我们平时的认知是比较相像的 也就是我把这个资产租给你 我让渡了我资产的使用权 然后呢在未来期间 那我就可以去收回相应的一个对价 就是我让渡我资产使用权的一个对价 我们称之为叫做租金的一个收入 那我们会认为这个租赁赁属于谁呢 租赁赁当然它属于出租人 所以它的所有权和风险报酬呢 都属于出租人的 这种我们称之为叫做经营租赁 因此经营租赁是比较简单的 它的法律形式和经济实质是统一的 我们对它的一个处理相对来说比较简化 我们在考试当中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弱化 而这个法律形式和经济实质相分离的是哪个呢 就是下面这个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如果你学到租赁那一章 你会发现我们出租人 它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处理呢 它要做一个视同销售的一个处理 就是表面形式我是租给你 但实际上我和卖给你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 比方说我们这种融资租赁啊 它一般来说都是专门的租赁公司来做这样一个业务 我们很多的一些企业 它可能有一些专门的需求 它需要一个特定的设备 但这个设备价格比较高 它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去买这样一个设备 所以它就会找到这个租赁公司 让这个租赁公司呢帮它去买 买完之后呢再出租给我们这个陈租人 所以我们陈租人呢 它相当于来说是分期付款 去付这个设备的一个使用费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租赁公司 它是非常精明的 它想到了我是按照陈租人特定的需求 去买这样一个专用设备 那如果我不把这个设备出租给陈租人 我要转租给其他方 其实这个是很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会想尽办法在我们的合同当中 把我们租赁设备 风险报酬都转移给陈租人 比方说它可以跟陈租人说 那我这设备总共可以用十年 那你必须要租十年 或者说你要租九年 那如果你只租个两年就不租了 那我租给谁去呢 所以它会有一定一个使用的一个期限 特别紧 那另外就是它的一个租金的总额 那把它折现之后 应该是和我们这个资产的供应价值 差不多的 就是我租和卖差不多 或者说如果你决定不租了 那你要支付一定的违约金 那等于说相当于是把这个资产给它买下来 是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它会在这个合同当中想尽办法 把我们风险报酬都转移给陈租方 那这个时候虽然我们所有权 还是在出租人手里 但它的控制权呢 已经转移给我们陈租人了 那我们会计是看经济实质的 所以只要它的控制权 转移给陈租方 风险报酬转移的话 那我们就要做一个视同销售的处理 所以对于融资租赁来说 这个租赁资产 它已经不归属于我们出租人了 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在长期股权投资 那或者是我们编制合并报表的时候 那我们会要判断一下 我们投资的一个影响力 那我们合并报表的一个影响力呢 我们知道叫做控制 那除了控制之外 我们长期股权投资 对于零企业合影企业的一个投资呢 我们称之为叫做重大影响 当然还有一个叫共同控制 它其实差不多 也就是我们在判断的时候 也是要关注于实质 而不是关注于形式的 那比方说以控制来进行举例 大家比较好理解 我们历史上曾经啊 对于什么情况下 要编合并报表 比较简单粗暴 也就是说 只要它的表决成股份 超过50% 持股超过50% 那我就要进行合并报版的编写了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只看法律形式 不关注经济实质的一个情况 但现在我们在一四年之后呢 我们基本上就要看这个经济实质了 也就是有可能 你的持股比例没有达到50% 但是其实你已经对被投资方 是能够实施控制的 我们要求是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 比方说 我们这个投资方对被投资方 它持股比例呢是48% 没有超过50% 但是你仔细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股权的结构 你会发现其他的股东都是很分散的 每一个股东 它持股的份额都非常小 没有超过1% 那这个时候 我们虽然 最大的股东 它只持有了48%的股份 但其实它是一股度大 它是能够说了算的 因为剩下的那些股权很分散的股东 它要联合起来做出一个相同的决策 概率是极小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认定它是控制 是需要进行合并报表的编写的 那反过来 即使你持股的比例是超过50%的 是不是必须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呢 也不一定 因为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一下 我们投资方它的一个性质 如果你是一个投资性的主体 比方说一些基金公司 那你是不是和我们一般的去 取得一个子公司的一个思想呢 其实不一样 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些实业企业 你买一个子公司的话 其实你还是希望在这个子公司的领域好好的经营 去获得它的一些经营的回报 但我们一些基金公司啊 它其实仅仅想获得的是叫做资本利得 就是它仅仅想获得的是低买高买去赚取这样一个差价 所以对于这些投资性的主体 即使你持股比例是超过50%的 我们也是不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甚至我们是不把它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来进行合算 而是作为金融资产来进行合算 因此大家会发现 现在我们不是纯粹的就看那个表决成股份 而更多的是看它的一个经济实质 那当然大家会发现 这些例子它基本上都出自于最难的那些章节 所以你暂时性的不是特别清楚 不是特别明白 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问题的 大家不用去特别焦虑 不用去特别纠结 我们后面的都会逐步展开的 这边你只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会计是看本质的 而不是看它的法律形式的 其实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第五个会计性质量要求 好 再接下来看第六个 第六个呢叫做重要性 那重要性呢它讲的是 我们企业提供的跨界信息应当反映 与企业财务状况进行成果和现金流量 所有重要的交易获失效 也就是我们提供跨界信息 我们是有代价的 我们说的叫做成本和效益原则 就是我们要关注 我们提供这个信息的一个成本 和提供信息它取得的一个收益 那当然要求这个收益是大于成本 那我们提供这个信息才核算 所以我们对于重要的信息 当然要严格的去按照我们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处理 但是对于不重要的信息呢 我们其实可以稍微简化一些处理 比方说我们后续 马上就会讲到一个资产将节 叫做存货 那存货当中有一类呢 是比较特殊的 叫做低值一号品 那这个低值一号品 你听它名字啊 经济价值比较低 比较便宜 对吧 然后呢 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损耗 那它呢 是在我们会计当中 把它作为存货来进行核算 那我们后面会讲到 我们对于资产划分呢 其实是看它的一个持有目的 来进行划分的 那我们存货的持有目的呢 它主要是为了出售 哪怕是原材料 它其实最终也会变成 那么个产品的部分 最终呢 是以出售的目的来进行持有 但这个低值一号品 它其实在我们企业当中 并不会变成我们 最终出售的那个产品 而在我们企业当中 被使用掉的那个部分 那这样的话呢 它其实从本质上 会更加贴近什么 更加贴近于固定资产 因为固定资产 它是我们企业当中 经营管理过程当中 使用的这样一些资产 但是它并没有把 低值一号品 作为固定资产来进行核算 那原因就是固定资产呢 它后续有后续计量到 它要做一个折旧的一个处理 比方说 我们要预估一下 它的使用说明 然后呢 要预估一下它的净残值 然后我们还要选择 合适的一个折旧方法 到底是直线法进行折旧 还是用加速折旧法进行折旧 那你想这个低值一号品 比方说我企业里面 买一个拖板 10块钱 那这个时候 你还要估计它残值是5% 然后呢 还要去预计它的使用说明 很可能这个拖板 还不止能用一年 比方说它能够用三年 那这个时候 你还要在三年当中 直线法分摊 或者是双倍余余地坚法分摊 算得那么复杂 但它进而其实只要影响10块钱 就是你这个企业当中 多10块钱 少10块钱 根本不会影响 我们财务报告使用者的决策 那我们就认为它不重要 因为它不重要 所以我们会计上呢 就简单一点 把它归类为存获 是这样得来的 那还有呢 我们考试考的很多的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章节 叫做差错更正 就是我们发现了一些错误 我们是需要对它进行更正的 那如果这个差错比较复杂 就是我可能是在我现在 发现了我以前期间 发生的一个差错 我们称之为叫做前期差错 那这个时候我要去更正的话 如果完全按照我们 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 那我就应该是哪个期间 发生的差错 哪个期间去更正吗 比方说我现在是二三年 我二三年呢 发现了一个我二年犯的一个错误 那严格处理的话 我就应该是更正我二二年的 这个账务处理 然后呢会影响到我二二年的损益 会影响到我二二年的一个所容税 然后进一步会影响到 我二三年的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是前期差错 更正起来其实是很复杂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去区分一下情况 那如果是重要的前期差错 我们当然要求进行 比较严格的处理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你要去调二二年的 这个过程我们叫做追溯 就是我现在去调过去的 我们叫做追溯 但如果它是不重要的前期差错 那我们就简单一点 就把它当成是我当期的错误 直接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就是视同当期差错 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那主要也是考虑到 这样一个重要性的一个原则 那大家看到我们在十五当中 对于这个重要性的判断呢 主要是依据什么 主要是依据 如果这个信息省略了 或者是报错了 它是否会影响到我们 投资者等财务报告 使用者的一个决策 如果它会干扰到 我们财务报告使用者的决策的 会影响它决策的 我们就认为它是重要的 那如果它不会影响决策的 也就是我前面说到 你多十块少十块 我该买股票我还是得买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认为它不重要 那不重要呢 我们就可以适当的简化处理 那当然这个重要性 在我们十五当中 肯定是要依据职业判断的 我们可以根据 这个事项的一个性质和金额 来进行分析处理 那金额很直观 就是它的金额的大或者是小 那性质呢 就是有的时候 虽然它金额只有十块钱 但有了这个十块钱呢 这企业就没有亏损 如果没有这十块钱呢 企业这个利润就是负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认为 这十块钱非常重要 因为它会使得它扭亏为盈 所以我们是从性质和金额 两个方面呢 来判断这个事项是否重要 这是第六个 那第七个呢 叫做谨慎性 谨慎性呢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 然后后续我们在做 很多的账务处理的时候呢 都会体现谨慎性的 这样一个原则 它说的是 我们最终财务报告的产品 虽然是四张表 但四张表里边呢 有两张表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那一张呢 就是资产负债表 那资产负债表当中呢 有三个要素 就是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那所有者权益呢 我们也称之为叫做净资产 它等于什么呢 它应该是等于 资产扣除负债之后的一个金额 那还有一张表呢 它体现的是 我们企业的经营成果 也就是利润表 那我们说利润呢 应该是等于收入减去费用 所以我们最终的 财务报告当中体现的两个结果 就是我的净资产 归属于我们股东那一部分 到底有多大 还有这个企业的经营成果 它的利润到底有多大 那我们前面说过了 我们企业会计准则呢 是对于比较大中型的一些企业 特别是一些上市公司啊 使用的 所以上市公司呢 它还是希望能够在资本市场上 筹集到资金的 所以它比较有倾向性怎么样呢 就是把我们的报表美观一点 那什么叫报表美观一点呢 就是净资产呢 尽可能大一点 利润呢 也尽可能大一点 那我们在企业会计准则的一些 不确定的事项 进行估计的时候呢 就要反其道而兴之 它说我们应该保持应有的一些谨慎 那这个保持应有的谨慎呢 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去高估 净资产和利润 那不能够高估净资产和利润 你推导到后面的要素 你就会发现资产和收入呢 和净资产和利润 它是同方向的 所以它应该是不高估 那对于负债和费用呢 负债前面是一个负号 费用前面也是负号 它和净资产和利润是反方向的 所以我们称之为是不低估 负债和费用 因此最终的结论就是不应该高估资产和收益 不应该低估负债和费用 是这样得来的 那么大家需要明确的是 我们这句话呢 你不能换一个表达方式 也就是有的时候选择题当中会迷惑你 跟你说 谨慎性指的是我们应该去低估资产或收益 去高估负债和费用 那这个表述呢 是错误的 它违反了什么呢 违反了我们开始说的 我们会计呢 有一个可靠性的要求 那可靠性的要求是说 你应该是中立的 无偏的不带任何假设历程 你不能刻意的去低估净资产和利润呢 所以你不能够去刻意的低估资产和收益 高估负债和费用 你就带了一个偏见去编报表 这个是不合理的 所以它这句话只能够这样表达 你要表达为不应该高估资产或收益 不应该低估负债和费用 这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那当然谨慎性在我们后续的应用也非常多 那我们后续呢 马上就会进入资产篇章 在资产篇章当中呢 大家就会看到这个谨慎性的一个应用 也就是我们对于大部分的资产 它都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它账上报一个金额 那账上报一个金额呢 大部分情况下 是用历史成本来经济量的 我们要考虑这个资产的价值呢 是否发生一个减值 所以呢我们对很多个资产 我们都是要去考虑 它有没有减值迹象 有减值迹象呢 我们要去启动减值测试 那你会发现 我们只考虑资产减值 有没有考虑负债减值呢 那负债我们不考虑减值 原因就在于它不对称呢 对资产我们是不高估 对负债的我们是不低估 所以我们仅仅考虑资产减值 而是没有负债减值的问题 但是后续负债呢 它也会有一个特殊问题 我们会有一个章节 叫做会有事项 那会有事项 它就说一些这个未来的 这个结果不确定的这样一些事项 我们叫做会有事项 那可能对企业是有利的 可能对企业是不利的 那对企业不利的这样一个事项呢 我们有几率把它确认为一个负债 叫做预计负债 它说我这个金额呢 可能没有办法 非常确定 我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估计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负债 所以我们不能够低估它 只要我们有合理的方式 确定它的一个最佳估计数 我们也是需要把它反映成一个负债 名字就给它起一个 叫做预计负债 那你会发现也是不对称的 只有预计负债 它是没有预计资产的 原因是资产是不能被高估的 是这样来的 那另外就是我们后续呢 还会有收入 收入我们也会花费很大的篇章去进行介绍 那收入其实它就是收益的一种 那收益呢是不能够被高估的 所以我们当然是不能够去高估收入了 比方说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现在在销售的时候 特别是一些电商啊 它会有一些七天无理由退款的 这样一些协议 对吧 你虽然在双十一 好像你的销售额非常高 但是呢 你要知道未来是有几率会被退货的 那对我们收入的一些核算呢 它就这样一个要求 不是说你双十一卖出去了多少货物 都可以认为收入的 你要去估计 这个金额当中有多少是未来会被退货的 退货的部分呢 它不能够确认为收入 只有不会被退货的部分才能够确认为收入 它其实都是一个谨慎性的一些体现 那这是我们第七个会计信息的量要求 那还有最后一个叫做即时性 那即时性呢 它讲的是我们企业对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 应当即时的进行确认这两个报告 不得提前或延后 所以它应该在合适的期间进行反应 那么这个即时性它其实主要是要保证我们会计信息呢 是比较相关的 也就是它可以提升我们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你可以设想一下 就是这个事项 它现在发生了 我可能所有的信息并没有完全收集到 因为有一些事项呢 它可能会结果不确定 比方说我们后面会讲到有一些未决诉讼 到年底你这个法院可能还没有判决 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做出一定的估计的 而不能够完全不处理 等到所有的事项都落定之后 我们再进行处理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已经晚了 因为如果你这个财务报表 你想等到所有的信息都有 你要保证它编的非常准确 但是你没有及时的去提供给投资者 你投资者拿到的信息是一个过时的信息 那这个时候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出相关的经济决策的 所以即时性呢 它能够保证我们的一个相关性 这是即时性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这一部分的例年考题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首先看一下16年的一个单选题 那它说 根据以上条款 假公司将该永续中票确认为权益 那你体现哪一个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 那大家看到这种永续中票非常陌生的名词呢 要正顶 那在我们CP会计考试当中呢 这种陌生的名词是很常见的 然后呢也不是大家学不到位 因为你会发现你翻遍教材也没有出现这个词啊 也就是我们在CP考试当中 它经常会把我们教材当中的一些传统的知识点 然后套一个皮 这个皮呢你可能很陌生 没见过 然后呢用一个案例的方式去考察 那这个时候大家要镇定 也就是你要去分析这个事项的本质 不要被它的表象所迷惑 你要去想一下 你这个案例当中所描述的这个问题 它对应到我们教材当中哪个知识点 保持镇定 然后把知识点给它精准定位出来 那你会发现这个题呢你是可以进行解决的 那大家来读一下这个案例 它说甲公司呢在15年经过批准发行了10亿元的永续中票 所以它首先是一个发行方 这个发行方呢 它要把这样一个发行的金融工具 分类为负债或者是权益 它说它发行的合同是这样约定的 第一个采用固定利率 当期票面利率呢 等于当期基准利率加1.5% 然后前五年利率保持不变 从第六年开始 每五年呢重置一次 票面利率最高不超过8% 它首先告诉你这个永续中票呢 它上面是有利息的 并且这个利息呢 可能会发生一定的浮动 第二个 它说每年七月支付利息 经提前公告 当年英语发放的利息呢 是可以定言的 但复息前12个月 如果遇到公司 向普通股股东分红 或者是减少注册资本 那么利息不能遞益 否则遞益次数不受限制 那第二条告诉你什么呢 第二条告诉你 虽然它有利息 但利息呢 它可以想办法遞益 也就是想办法不付 虽然它里面有这样一个条款啊 说公司 如果向普通股股东分红 或者是减少注册资本 那么利息是要付的 不能够遞益 但你想想看 向普通股股东分红 谁能控制 公司可以控制 减少注册资本 谁能控制 公司可以控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可以通过 不向普通股股东分红 不减少注册资本 从而去遞益利息 所以公司有办法去遞益利息的 第二条讲的是这个问题 第三条 它说自发行之日起五年后 假公司有权决定 是否实施转股 那转股之后 其实这个利息 就更可能不付了 对吧 因为利息 它本身就是我们债的一个本质 而并不是我们股票的一个性质 那第四条讲的是 假公司有权决定 是否赎回 赎回钱呢 长期存续 那赎回 假公司当然是需要支付一定的钱 把它买回来 所以其实赎回 它的意思是还本的意思 那现在它说 是否还本由谁决定呢 是由假公司决定 所以你读完这四个条款之后 你会发现 它是否还本 假公司决定 是否付息 假公司决定 所以假公司 它是否必须去偿付 这个有需中效呢 不一定吧 所以它可以去 不还本 不付息的 那这样的话 它就更加提醒于 我们所有者权利性质 所以它会把它划分为权益 而不能够根据它的名字来进行判断 因此它体现的 会计性质量要求呢 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一个 实质重于形式 也就是体现 我给大家举的第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划分 不能够看它的名字 叫债货交股 那这边它的名字 是没见过的 叫做永续中票 但是呢 我们是根据这个合同的本质 来进行分析的 分析下来 它更加贴近于 所有者权利性质 因此我们应该把它划分为权益工具 再来看17年的考题 它说假公司在编制17年财务报表的时候 发现16年度 某项管理用的无形资产没有摊销 那我们知道无形资产 如果它使用寿命有限的话 要摊销的 现在呢 它说没有摊销 应该摊销的金额呢 是20万元 所以很显然 它这边告诉你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差错 那差错呢 我是需要进行更正的 然后它说它怎么做呢 它说假公司把这20万元 补计的摊销额 寄入了2017年度的管理费用 那你看一下这个时间点 它编17年报表的时候 发现了16年的差错 其实它是属于一个前期差错的 但它怎么做呢 它是把它寄到17年的管理费用当中去 在当期进行反应 然后它给了你这样一句话 它说假公司16年和17年 实现的净利润分别是2个亿和1.5个亿 那很多同学生当年怎么思考的 它看到告诉你两年的一个净利润 好像是可比性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 同一个企业不同 这个会计期间之间的信息 要互相可比 但如果它考察可比性 它何必去告诉你什么差错的一个问题 所以它想告诉你是什么呢 想告诉你是这个企业的净利润 你看是2亿和1.5亿的这样一个规模 但它现在摊销我只有多少呢 摊销我只有20万 也就是你这个20万相对于2亿那个规模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所以它是一个不重要的前期差错 它才可以在17年直接进行处理 所以它考察的是 我们跨界信息这样要求当中的一个重要性的一个要求 所以你要能够去读懂这个案例当中 想表达的一个根本问题 不能够被它其中一句话给它带偏 所以你要看清楚它的本质呢 应该考察的是重要性 它讲的是我们不重要的前期差错 可以在当年进行直接的一个反应 视同当期差错进行处理 它给你那个净利润 主要是和你那个摊销我进行比较的 发现它不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试同当机差错 应该是这样来理解 这是17年的考题 再来看17年另外一道题目 它说假公司销售已公司的产品 那同时对售后三年内 因为产品质量问题承担免费的一个保修义务 那有关产品更换或修理至达到正常使用状态的一个支出呢 是由假公司来进行自担的 那16年假公司总共销售了一产品是1000件 根据历史经验估计 因为旅行售后保修义务 预计将发生支出是600万元 假公司呢 确认了销售费用 同时呢 确认了预计负账 问你它体现哪一种会计信息的批养要求 那前面这一段话 其实我们后续也会有一个章节 专门讲的 就是会有事项当中 我们会讨论一下这种普通的 常规的产品质量保证的一个问题 那对于这个产品质量保证 是你在销售当价做出的一个承诺 所以我们在销售当价呢 就要进行账务处理 那账务处理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 一个呢 要认费用 一个认负债 你想到了什么呢 就想到了 我们不能够去低估费用 不能够低估负债 所以它是一种谨慎性的一个体现 应该选择的是C 如果对于这个事项 暂时性不明白 也没有问题 我们后续呢 会在会有事项当中 给大家进行讲解的 那再来看一下18年的一个考题 他说17年1月1号 贾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 采用新的财务报表格式进行列报 因为部分的财务报表 列报项目发生变更 贾公司对17年度财务报表 可比期间的一个数据 按照变更后的一个财务报表 列报项目进行调整 问你体现了 哪一种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这个应该是很直观的 因为它都说到了 是什么可比期间 也就是我们编制财务报告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起码 要提供两年的信息 比方说资产负债表 我如果是要编制 23年的资产负债表 我一个是要给出 23年12月31号的信息 一个是要给出 22年12月31号 或者你说23年1月1号也行 这是我们资产负债表 它的一个列报要求 至少给两年的 那利润表也是一样 我如果给的是 23年度的一个利润表 那我还有一个前期的 也就是22年度的一个利润表 那给两年的信息 主要是为了满足 我们纵向的可比性 就是同一个企业 不同期间可以比较 那现在呢 我们企业会计准则 对这个财务报表 列报的一个项目 它发生了一个变更 所以我们如果不改 我22年的表 那你会发现 它和23年没有办法进行比较 所以它要求你把22年的报表 进行这样一个修改 按照我们最新的一个政策 进行修改 那修改之后 我们在23年的报表上 本年数和上年数 就可以进行互相比较了 所以很显然 它是满足我们会计信息的 合比性 而且是纵向的合比性 这是我们18年的考题 再来看20年的考题 它说下列各项 关于企业应遵循的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 或事项为例去 进行确认质量和报告 这个是正确表达 体现的是哪一条呢 体现的是第一条 就是可靠性 那再看B选项 它说企业对不同 会计期间发生的 相同的交易或事项 可以采用不同的 会计政策 那我们说不同的 会计期间 相同的交易或事项 我们应该是 不得随意去变更 它的一个会计政策 那如果你 确实这个交易本质 发生一个改变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政策 但是你要做一定的披露啊 所以如果你对相同的交易 用不同政策 它其实违反了 我们的可比性的要求 那B呢是不正确的 再来看C 它说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 对上位获得 全部信息的交易或事项呢 不应该进行会计处理 那这个表述是不正确的 我们上位获得全部信息 但是如果你不做会计处理的话 它其实违反了 及时性的要求 那我们应该保持一流的谨慎 对于事项的进行估计 然后呢进行路障 所以C选项呢 也是不正确的 那D选项说 企业对不重要的会计差错 无需进行差错更正 因为我们怎么说 我们说既然你犯了错误 我们都是要更正的 只是重要的呢 你要严格一点 要进行追溯调整 对吧 不重要的呢 我们可以简单一点 视同当期差错 直接进行更正 但不是说不更正 所以D选项表述也是错误的 那单选题 我们其实看完A 如果是这种概念题 建议大家还是谨慎一点 把四个条款都读一读 选择我们概念当中表述 最准确的一个表述 所以看完这四个选项之后呢 那应该很有信心 把A呢给它选出来 那这是20年的考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 21年的一个多选题 它还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案例题 那案例题呢 是我们考概念 比较常见的一种题型 它说20年 假公司 发生有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然后呢给了你四段资料 然后它说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关于上述交易 或事项会计处理表述中正确的有 那第一个资料 它说假公司 持有乙公司60%的股权 然后与丙公司签订了一个合同 你全部出售 对乙公司的股权投资 那截止到20年末 以办理完成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出售股权所取得的价款呢 已经收藏银行 它讲的这样一个交易 就是假把乙公司 卖给了丙公司 是这样吧 也就是乙公司大股东 原来是假 现在变成了丙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选项 应该对应的是A选项 它说乙公司虽被假公司出售 但乙公司的财务报表 任盈安持续经营假设 对会计要素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边其实是三个会计主体 就是假 乙和丙 也就是乙公司 它虽然被假公司卖给了丙公司 但是乙公司 它本身还是正常进行持续经营的 只是乙公司股东换了一个人而已 所以呢 它并不干扰乙公司本身的一个会计核算 A选项是正确表达 那再来看第二个资料 它说假公司发现 应于19年 确认为当年费用的某项支出 未记录到19年的一个利润表 所以它是发生了一个差错 而且看一下时间 那我们这边是20年 它这个差错是19年 所以它属于前一期差错 然后它说 这个费用是占了19年 实现净利润的0.2% 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很明确了 它告诉你这个金额是比较小的 所以它是一个不重要的前期差错 那我们说应该是适同 当期差错 直接在20年进行更正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对应的选项 应该对应的是D选项 它说假公司未在19年 确认的费用 因为它不重要 无需调整19年的财务报表 这个表达没有问题 它说不需要调19年的表 因为它是一个不重要的前期差错 我们可以直接在20年进行更正 所以D选项是正确表达 再来看一下第三个 它说自假公司设立以来 对其销售的商品 一贯提供的三年内的产品质量保证 但在与客户签订的合同或 法律法规当中并没有相应的一个条款 那后面呢我们会讲到 这个负债 它的义务既包括法定义务 也包括推定义务 法定义务就是我们法律规定了 你必须要有什么义务 而推定义务呢 它可以根据我们这个公司 它一贯的一个惯例 或者是它对外宣称的一贯的一个政策 我们可以推定它承担的一个义务 也就是它这边告诉你 自这个假公司设立以来 它对这个产品呢 一贯是提供三年的一个产品质量保证的 所以它其实是有这样一个推定义务的 因此我们要为这个产品质量保证呢 去做出账务处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C选项 它说假公司销售商品 提供三年类的产品质量保证呢 它属于一个推定义务 这个表达是正确的没有问题 再来看第四个 它因为假公司对丁公司提供的一批产品 存在质量问题 丁公司呢向法院提起诉讼 向假公司索赔500万元 那么到了年末呢 法院仍然没有做出最终的判决 也就是我们说有一些未决诉讼 那在我们年末没有做出判决的情况下 我们能不能说你就不做账务处理了 等判决下来再做账务处理呢 这个不太合适 因为我们要考虑这样一个及时性的要求 所以他说假公司未经法院 最终判决的诉讼事项 因资产负债表日未获得全部信息 而无需进行会计处理 其实前半句话就错了 然后符合及时性的要求 这更加错误 也就是我们应该是要去做出 相应的一个会计处理的 那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及时性吗 那如果你不做会计处理 违反了及时性呢 因此应该选择的是A C和D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二二年的一道单选题 也就是去年的考题 他说下来各项关于 企业跨境性质量要求表述中正确的是 A选项 企业低估资产获收益 体现了谨慎性的要求 那这句话我们前面在讲谨慎性的时候呢 特别给大家提示过 也就是谨慎性 它必须表达为 不得高估资产获收益 不得低估负债和费用 而你不能反向的去表述 要刻意的去低估 所以A呢是很明显的一个错误 然后B选项 他说企业不得随意变更会计政策 体现了可比性的要求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因为它是文字性的概念的一个选择 而且是一个单选题 那我们可以把所有选项都读完之后 选出最谨慎的一个方案 所以B选项我们先保留 那C选项说 金融企业财务报表不区分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体现了可靠性的要求 那金融企业呢 它确实有的时候呢 它很难分清楚 哪些是流动的 哪些是非流动的 但是它其实还是有一个 按照流动性顺序排序的一个要求 它没有去分哪些是非流动和流动的一个资产而已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流动性排序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标准 但它和可靠性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因为可靠性呢 它讲的是这个信息应该是根据真实的交易 来进行反应的 然后它应该是真实存在 并且内容完整 那你会发现它和我们前面不区分流动 非流动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那不区分流动非流动呢 它其实更加体现了我们金融企业它的一个特征 然后能够帮助我们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呢 利用这个信息去做出一定的决策 所以它其实更加体现的是相关性 而并非是可靠性 所以C呢 不正确 然后再来看D 它说在符合重要性和成本效益原则前提下 保证会计信息的一个完整性 体系了重要性的一个要求 它说保证会计信息的完整性 完整性和什么有关 完整性其实和可靠性有关 因此呢 它这边说体现了重要性的要求 这个是不正确的一个表达 那我们读完这四个选项当中 你最放心选的那就是B选项 就是我们不得随改变快计信息 体现了我们纵向可比性的一个要求 应该选择的是B选项 再来看22年的另外一个单选题 它说下列各项关于企业 快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A选项 企业提供具有反馈价值的快计信息 体现了快计信息的一个相关性 那这句话应该是正确的 就是我们快计信息 如果能够给我们的使用者一定的反馈 能够使得他们 帮助他们去做出一些决策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体现了快计信息的相关性 同样的概念体把BCD看完嘛 那B选项说 企业不得高估资产或收益 可以高估负债和费用 体现了快计信息的谨慎性 同样的错误 我们负债和费用是不低估 你不能说可以高估 这个表达不对 那C选项说 对交易或事项的信息 应该全部获取之后进行会计处理 体现了快计信息的一个重要性 首先呢 我们对于交易或事项的信息 不能够追求全部获取 因为全部获取的时候 它其实已经不能够满足 极其心理要求 那另外 这个是事情和我们重要性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它完全是张官李带的一个概念 所以C选项表达不正确 D选项说 不同企业 同一快计信息发生的相同或相似的交易 采用不同的快计政策 体现了快计信息的可理解性 这个也属于胡乱搭配 对吧 你不同的企业 同一快计信息 首先我们要求 是采用相同的快计政策来进行处理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可以去保证 它的一个横向可比性 那和你可理解性也没什么关系的 所以呢 读完之后 可以很放心的把A给选上